我覺得郭台銘還是 雖然他這次選總統之路 有比四年前進步 但他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 他也是用商業的模式 在經營選總統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就他們在商業模式 可能會分散投資風險 不要把雞蛋放同一個籃子裡 那郭台銘這次總統之路 也是用消去法 一開始希望找國民黨 後來現在發現 國民黨七二三不會換猴了 國民黨大概不會有機會 讓郭台銘回去了 所以他準備的另外兩條路線 獨立參選跟郭柯配 那等到後面這兩條路 其中有一條走不通 他只剩下最後一個選項 但是到最後這個樣子 只會把郭台銘最後逼入 退無可退的絕境 好 郭柯配要怎麼配 柯郭配還是郭柯配 到底要怎麼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覺得郭台銘跟柯文哲 兩個人就是在互相利用 就互相在趁對方的流量 然後郭台銘被柯文哲講的 好像一個恐怖情人一樣 大家都怕接到他的電話 只差郭台銘沒有到他們家 樓下門口等他而已 然後每天送花這樣 就好像講的被變成一個恐怖情人 曾經的臺灣首富 被人家形容成恐怖情人 曾經那個三民害死還記得 現在變成恐怖情人 那哪一天會不會又三民害死 其實也不一定 那柯文哲講的話就有疑似 你從這個報導裡面講 他說他強調 他說他是這個外科這個重症病房 常常到最後一秒鐘才下決策 聽起來像是保留最後不參選 或是說跟郭台銘搭檔的可能性 可是你別忘了 他的發言人陳志涵 大概兩個禮拜前才講 誰在講柯文哲不參選 到底我就告人 那請問我們要聽誰的 因為那個時候蕭敬妍 其實有說柯文哲 跑去跟一些消息放話 他就是衝著句話 陳志涵就說出來威脅說 我要告人嘛 對陳志涵你先去告柯文哲 好 對不對就是說你們民眾黨 黨主席跟發言人兩個人講話 是一百八十度互相矛盾 那我們我們要怎麼評論下去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選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人有點太扭扭捏捏的 我想有些時候政治當然 政治有時候會製造一些模糊的空間 創造想像 比如說郭台銘今天比一個大拇指比賽 可是搞太久大家會煩 對 大家會覺得說你們像是不是個男人 做事情可不可以乾脆一點 要選就選不選就不選 有這麼困難嗎 郭台銘你要連署 你也不是連署不過 柯文哲你就是民眾黨 你本來就有一張門票 那好要合也可以 要單獨選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現在為什麼 柯文哲會今天去上廣播節目專訪 故意講這個話 是因為其實最害怕郭台銘參選的人叫柯文哲 對 郭台銘只要一參選 柯文哲完全沒有機會 雖然他現在機會看起來也相對也不是那麼大 但是郭台銘參選 等於是柯文哲是完全沒有機會 所以你覺得誰最害怕郭台銘參選 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現在從民調看起來 他可能是老二 郭台銘參選之後 他可能變老三 甚至變老四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選 你最好跟我合作 你可以給我我要的東西 對柯文哲來講 不是最好好棒棒的嗎 沒錯 對柯文哲來講 你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 郭台銘有錢 那柯文哲呢 有票 有票 門票 有門票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選票 那看後來的將來的努力 就至少選總統最需要的淫彈 郭台銘不缺 對不對 好 照理說郭柯和應該是一個 從理性的角度思考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可是這裡面 有時候政治並沒有 並不是完全理性 因為在從政的都叫人 人都會有感性的一面 郭台銘即使跟柯文哲 承諾說大哥先做四年 請問你會相信嗎 我不要問柯文哲會不會相信 就問在座大家會不會相信 大概不會 不會有人說我百分之百相信 郭台銘只做四年 白紙黑字都可以毀約了 我說真的 這白紙黑字也沒有法律效果 你簽了又簽了又怎麼樣對不對 就算寫了MOU都可以反悔 還議的川普嗎 對啊 所以第一個 那柯文哲如果說 好我郭柯沛 那你四年做了 做上癮了 越吃越順利 然後呢 一做做八年 八年後 柯文哲也七十了 對 那他也不用選了 就直接就被交替掉了 對不對 好 這是柯文哲 他會不會答應郭台銘 這是第一個考慮 如果說不是郭柯沛 是郭當政 然後副另外找人 讓柯當行政院長 那問題是 行政院長是總統一句話 你就要走人 那你覺得柯文哲會答應嗎 而且你站在郭台銘的角度 你覺得郭台銘真的那麼喜歡 郭柯沛嗎 我不覺得現在台面上 所有要選總統 會希望有一個副總統 叫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知道 大家都需要他 對 但是大家需要他這個聲量 但是真的把他放來當副總統 我覺得大家都會再進一步考慮 這個副總統 有可能隨時會砲打總統 對不對 隨時會批評總統 隨時會罵總統 是去應徵外傭 隨時會罵人家是太監 跟宮女跟狗 你覺得有這種副總統 你覺得總統他做的心安嗎 可是柯文哲知道 如果你不整合我的力量 你也不會贏 對 就郭台銘 對 郭台銘現在的困境 就是他的弱點 被柯文哲抓住 就是說 你郭台銘想當總統 第一條路 國民黨提名你已經沒了 那你現在唯一剩下一條路 有機會當上總統 就是跟我柯文哲合作 這是郭台銘的弱點 所以他已經被柯文哲抓住了 那對郭台銘來講 他當然希望可以跟柯文哲合作 然後順便拉抬民眾黨身世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第一個 他們之前那個 包括在金門的那些 像後來的併購說 的確傳出來之後 對民眾 柯文哲講的 今天講的有一點是沒錯 就民眾黨裡面的人 是有一些疑慮 因為他們會擔心說 那我這個政黨的主體性 還在不在 那我如果說一個政黨 可以被一個前台灣首富說 我隨時可以併購你或怎麼樣 這個政黨 對他們將來發展來講 就算他這一屆的選得還不錯 但是這個政黨 其實是沒有未來的 因為大家都會看 所以我覺得郭柯 是不是有辦法合作 將來還有很多變化 但是就目前看起來 以柯文哲現在民調第二名 然後他驕傲的個性 他不太可能委屈求全去當副手 那如果你要郭當副手 那更不可能 你有看過副總統候選人投書 去華盛頓郵報嗎 所以所以我覺得 郭不可能當副手 那兩個都只想當政的 那就是強強相碰 就不是一加一大約 可能會一加一小於小於一 我們先看一下兩個人的投書的差別 你光看標題就好 因為內文都是英文 大家看起來會比較辛苦 賴清德的投書叫做 我保衛臺海和平的計畫 所以他根本賴清德 根本不跟你談說 是不是一中各表 他就是我直接跟你講 我保衛臺海和平計畫 郭台銘是說 臺灣放棄一個中國框架 會加重戰爭的風險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頭銜叫富士康創辦人 不叫鴻海 他用富士康創辦人 好 OK 這兩個投書光看標題 他最大差別再來 賴清德是告訴你 我當總統 我一定會保衛臺海和平 而且我的具體的計畫 就是四個資助 郭台銘是把臺灣的和平 寄託在中國的善意上 我這樣解讀 應該誤差不會太大 因為所謂的放棄一個中國框架 好 郭台銘這篇投書 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郭董 你應該幫 我想這篇文章 應該不是他寫的 應該別人代筆 你應該把那個代筆 那個幕僚開除掉 因為那個幕僚一開始就搞錯 九二共識 他一開始前面第一段或第二段 他寫到說九二共識在臺灣已經三十幾年了 郭董你搞錯了 九二共識不是一九九二年 很多人都以為九二共識是一九九二年 錯了 九二共識是兩千年政黨輪替之後 抒起創造出來的名詞 所以九二共識到現在只有二十幾年 沒有三十幾年 九二年香港會談 當時的總統叫李登輝 當時的談判的海基會的董事長叫菇政府 當時的秘書長叫許惠佑 當時的陸會主委叫黃昆輝 當時的副主委叫馬英九 他們五個人都講過香港會談沒有共識 對 這五個人講你都不相信嗎 馬英九你不要否認 我有中央日報報導 你敢否認我就拿給你看 好 所以九二年沒有共識 其實中國從來沒有同意過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為什麼我這麼說 中國的國台辦 直屬一家出版社叫九州出版社 在二零零一年出了一本書叫做九二共識 歷史真相 他開宗明義就講說 最近臺灣有人曲解九二共識 以為是一中各表 他是針對書起來的 那為什麼在胡錦濤跟馬英九 那中間中國沒有公開否認過一中各表 那是因為馬英九親中 胡錦濤講說好吧 那我就跟你一起騙好了 所以他的確我同意 胡錦濤任內沒有公開否認過一中各表 但他從來不講一中各表 他只是不否認而已 他沒有打你的臉 但是不表示中國承認一中各表 所以簡單來講 從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 一直到今天 中國從來沒有同意過 有所謂的一中各表的空間 所以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框架 這沒有問題 好 郭台銘你講說 因為你很堅持一中各表 那我請問郭董 你憑什麼告訴我們 中國可以接受一中各表 請問你的各表是什麼模式的各表 我現在以下講是很實際的問題 是以前兩德模式的各表 還是現在南北韓模式的各表 什麼 其實兩德模式跟南北韓模式的各表 其實是一樣的 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之後 東西德分裂兩個國家同時加入聯合國 參加奧運的時候是兩個國家的代表 對 現在南北韓是一樣的情況 請問郭台銘你可以保證 中國可以接受嗎 我們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然後我們加入WHO 加入WHA 加入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 全部用中華民國 然後中國不杯葛 你覺得中國會同意嗎 如果中國不同意 你的一中各表就騙人 因為完全沒有表的空間 你不要你不要以為跟馬英九以前一樣 一中各表就是關起門來自己騙自己人 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的一中各表 如果真的有一中各表 就是以前兩德模式的各表 跟現在兩韓模式的各表 兩德當時也是東德西德 都堅持國家要統一 韓國現在也是 南北韓都堅持國家要統一 可是他現在是處於一個兩個國家的狀況 你可以稱他為一韓各表 問題是中國會同意這種一中各表嗎 當然不會 所以你講一中各表是騙人 他就是只有一中 所以他只要出來 PO出來 然後中國沒有打他臉 他就覺得他賺到了 但是你到中國的百度上面 隨便都可以送給到 人家就是不要各 而且我跟你講 舉進 經過二零一六二零二零兩次選舉 兩次總統的選票 而且民進黨得票一次比一次高 已經用選票告訴你 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在臺灣完全沒有市場 請問一六年跟二零年 朱立倫跟韓國瑜哪一次 不是兩岸政策就是拿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當定海神針 問題是就是沒效 臺灣人不吃這一套 因為大家已經清楚 他就是一個騙局 如果是一中各表 那為什麼中國要急進打壓 臺灣之能事呢 連連我們要加入CPTPP 他都要比我們早幾天提出申請 而且那還是假申請 申請函根本沒有寄出去 所以這就是中國的現況 中國向來就是把臺灣 視為一個地方政府而已 他照中國的說法叫 臺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現在中國連流球都講說 快講流球已經快變他一部分了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 你要講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那是你的言論自由 但是不要只有八個字的口號 你拿出實際的做法 還有中國是不是同意你 習近平有沒有寫信給你說 那個老郭啊 你就講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沒有問題 我不會打你臉 有的話請你拿出來 這樣我就相信你 問題是你什麼都沒有 就八個字 這八個字過去馬英九 2008到16年 我們聽到耳朵都長繭了 可是最重要的是 當馬英九跟習近平面對面的時候 他敢不敢講各表 沒有啊 只有九二共識 只有一個中國 他完全不敢講各表 郭台銘 你覺得你有比馬英九會騙人嗎 應該沒有吧 Pa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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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ye